那如果呢,你已經做好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你要怎麼發布 剛剛我們用眼睛做預覽嘛,對不對 那發布的部分在這邊 當然你要找人進來就點這邊 這樣你就可以協作 就可以協作,你可以選擇他是可以看 還是可以改,有沒有在這邊 你可以自己選擇看是要哪一種 那這裡呢,我們先看一下發布 我們剛剛講的,你其實是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是可以怎麼樣 做自訂的 就是在這邊,網址的地方 那因為我現在用的是學校的 學校的那個信箱,Google貸款信箱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的網址是Google寫作平台 後面又加上學校的網運名稱 對不對,那如果呢,你用的是一般的Google帳號 就是後面就直接你自己訂了 所以現在剛推出兩年 原則上還蠻新鮮的 所以可能你自己喜歡的網址 大概還可以搶得到 還可以搶得到 那因為呢,他現在等於說 就好像我們網運名稱一樣嘛 久了,是不是常用的都被用走了 你就知道,以後就越湊越長 越湊越長,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這邊我就 只能用英文,數字跟什麼 跟一盒 網運名稱,各位知道有什麼限制嗎 請問可以用特殊符號嗎 不行,對不對 然後呢,網運名稱我記得 底線好像也是不行 就是一些特殊符號都不行 所以呢,你可以試看看 以我現在來講 他說最少要三個 有沒有,這樣也可以用 他反正馬上就幫你檢查 那如果呢,你要限定 你要限定這裡 要不要有人可以看 你可以,比如說你現在在製作階段 我還不需要公開 你就可以來限定說我要 要不要公開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搜尋型的部分 你如果不需要搜尋,你找到他 也就是只有知道這個網址的人才可以進來 這樣就等於一半的 一部分的所謂的半公開 那種概念 這樣也可以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這是他可以自訂的地方 那你自訂了之後 當然這個網址就沒辦法再改 因為那個就是你專屬的網址 這樣OK 所以這個應該是還算蠻容易的 只是說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的一個使用方式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